这一包一篮接一篮 把眼门一开 店员结证的手没停过 猜猜我手上这个是什么 这可是北京人的儿时回忆 炎炎夏日 降温消暑 全靠它 这叫带铃 其实就是用塑胶袋装的冰淇淋 看起来毫不起眼 还只有草莓口味 却是惊吓北京最火的网红冰品 十多年了 我特别小的时候吃过一两次 所以就特别过来买 对对对 但现在一天大概有多少量 一千大多左右 口里吃的不是冰是回忆 怀旧风大行其道 可以和人分享的双棒奶香冰棍 用传统蜡纸包装的红豆冰棒 跟着冲出江湖 同样卖的枪枪棍 再不然小时候最爱的棉花糖 换个方式长也不赖 纯鲜奶制成的冰淇淋当底 放上一朵乌云 里头加入跳跳糖 带来如打雷般的口感 让人惊艳 一年能卖出百万杯 被颜值吸引了吧 然后这个跟棉花糖结合在一起 感觉还是蛮有新意的 冰凉下肚 一扫阴霾 延续黑色魅力 新品从饼桶到冰淇淋全都乌其麻黑 要是嫌芝麻味道太单调 还有巧克力糖浆可以掉点滴 现在我们的消费群体都是90后 甚至是2000后 其实在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理念下 颜值其实它是一个最基本需要具备的 好吃好看 更要好好玩 冰品不再只是一铁良方 摇身成为炫耀式消费的最佳推手 记者李泽芳杨齐浩 北京采访报导